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大家养花的过程中,养的花叶子发黄是常见的一种现象 当叶子发黄时,不管会影响蜘蛛的美观,甚至会使整颗蜘蛛枯萎坏死 那么养的花叶子发黄应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就具体讲解一下处理方法 1.及时控水 很多朋友经常频繁给花草浇水 一旦盆土长期 长期过失,土壤与空气沟通不畅 就会造成土中缺氧,使花草根部出现烂根 所以才会引起叶片变黄脱落 如果发现因为浇水太多,而造成花叶发黄 则需要节制浇水,并且让喷土及时通风,促进水分蒸发 2.为植株施肥 当种植株的土壤太过贫瘠时 会导致植物没有地方吸收养分 使植物变得营养不良 同时也会造成叶子发黄 需及时对盆栽进行施肥 每月是一到两次有机肥 随后在植株的生长阶段需定期施肥 避免此种现象再次发生 3.将植株通风透光 或是因为盆栽体积过大 放在窗台处遮挡了阳光 有些会将植株放置在角落 由于角落太过阴暗潮湿 植株长期接受不到阳光照射 自然会使花叶变得枯黄 此时需要将植株放在有温和阳光照射的地方 每天接受三个小时左右的光照 即可慢慢恢复正常 4.避免强烈光照 植物需要常晒太阳 但光照太过强烈会使叶子灼伤焦黄 且直接光照的部分会产生黄斑 这时花的叶子也会发黄 所以当阳光照射太过强烈时 需移放到阴凉处养殖 避免蜘蛛被灼伤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氧化资讯 可以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